我们在Tomo News报导过了许多白痴的自拍狂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了虚幻的暗赞还有爱心 并在变态男子的评论中寻找自我价值 有些人幸运的活了下来 但没有比这位更幸运的了 就是这个女的 16月28日在TikTok上发表的影片 让商民平摇头 一名在罗马尼亚的女子 试图在野外拍摄熊的照片 当然 不用说你也不应该骚扰野生动物 尤其当他们像熊一样有杀伤力时 然而这支影片代表必须重申警告 影片中穿着像是影集中角斗士服装的女士 手中拿着什么东西靠近棕熊 可笑的是 那些从远处距离安全的汽车中 录下的蓝色紧身衣酷人影片里 可以听到说 我必须拍下来啊 看看她如何握住她的手 这个愚蠢的女人啊 然而 他试图把熊变成IG名人 但没有成功 随着熊的冲刺 他也进行了生死的冲刺 不幸的是这只熊却决定停下来 让那些摄影机背后的声音说 你能看到他多么愚蠢吗 上车吧 冒天大的危险就为了一张与熊的合照 我有说真不信吗 我开始飞机 我开始飞机 事发地点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 这算是个好消息 因为您知道所有那些所谓有影响力的人都会涌向现场 毫不意外 莫马尼亚当局多次发出警告 警告驾驶不要将路边的熊当作宠物对待 环境部长Castia Alex最近说过 熊是受法律保护的野生动物不是宠物 仿佛在阅读故事书的最后一行 他补充说 再一次对这个国家的公民强调 一只熊如果已经吃过饼干 威化饼干 并且觉得他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获取食物的话 他就永远无法再次适应森林 重回经典 一名佛罗里达州男子在被抓到未戴口罩后 进入了狂暴模式 佛罗里达州男人和Costco的组合 是永远都不会好起来的 6月27日的摄影机捕捉到 在新冠病毒的肆虐下 一名老太太要求他戴上口罩 他却胀红了脸 此片段由麦尔兹堡的一间Costco 转贴到Twitter上 最近有850万次观看 影片显示一位穿着红色 1776环游世界T恤的男子 男子说 你在骚扰我 摄影男子回答 我没有在骚扰你 然后男子又开始硬拗 我觉得被你骚扰了 后退 你又骚扰我 退后啊 天杀地放下你该死的电话 你从6米里面上 你骚扰我 我没有骚扰你 你骚扰我 你骚扰我 死了 死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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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纽纽约邮报报报报导 发布影片的人要求保持匿名 真正关心自己的安全 并且他转告店家 当时男子正骚扰 并对一位叫他戴上口罩的老太太 大吼大叫 WFLA在星期二报导 佛里达州新增了 7347例冠状病毒 阳性率为16.27 全州总计213794例 又来了 又是一则关于冬天会让新冠流行变得更严重的报导 国外的新研究指出 低温和低湿度的环境可能会使新冠病毒变得更具传染性 根据公共卫生杂志的研究指出 气候偏冷可能是目前为止海拔较高的国家出现更多新冠病毒病例的原因 这项研究总结了自中国武汉市首次爆发新冠病毒以来的进展 并将这些病例与每月平均环境温度摆在一起做研究 结果显示 大多数感染率高的国家都刚好处于高纬度地带 论文的作者印度拉加斯坦邦中央大学的Chandi Mandel 和巴纳拉斯印度大学的M.S.Panwar认为 寒冷的环境可能是感染新冠病毒的另一个危险因素 尽管研究人员警告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以证明温度与新冠病毒之间的关系 但他们指出 这将代表着夏天或许能够减少新冠病毒感染的数量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的数据指出 美国新冠病毒的病例已经攀升至290万人 这不仅让人纳闷 如果疫情在这段时间已经发展成这样 那到了冬天到底会变得有多糟啊 到现在为止 我们大家都知道新冠病毒对年长者和健康不好的人的致命性 然而现在的研究显示 新冠病毒甚至可能对年轻而健壮的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在美国医学会神经病学杂志JAMA Newology上刊登的一项研究指出 医生认为被新冠病毒感染的儿童 可能会有在没有任何呼吸系统症状的情况下出现脑部受损 英国伦敦一家医院的医生团队检查了27名患有发炎反应症候群的儿童 儿童的偏肢体 偏肢体是用来调整左右脑的结构 尽管其中两名患者已经康复 但其余两名仍在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而在这项研究发表时 两人已经开始乘坐轮椅 研究团队警告说 尽管这项研究的样本数量很小 但研究结果足以要求对无症状 细带新冠病毒的年轻患者进行密切监控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好好保护自己 在启动洗衣机开关之前 请务必检查一下您的宠物猫有在里面吗 澳洲马吉巴一只名叫Oscar的缅甸猫 在装有洗涤剂的洗衣机中滚了12分钟后 奇迹般的存活了下来 主人Amanda Meredith并不知道Oscar睡在洗衣机里面 看来当时这只两岁的猫正在寻找五岁片刻的所在 但是没有想到会被困住 Amanda的先生Angelo在洗衣机里放了一双床单后 她听到奇怪的声音才意识到自己的毛小孩在洗衣机里 起初Amanda以为声音是洗衣柜里传出来的 所以她又再次去把衣物放到洗衣机里 但是当她回去要放衣物时 仍然听到猫咪的叫声 那时她才发现猫咪被困在洗衣机里 Amanda告诉ABC新闻 可怜的小猫 猫掌紧贴着洗衣机旋转玻璃门 而且她在盯着我看 花了两分钟引擎才停止运转得以开门 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后 Oscar被带去见兽医 幸运的是 她只是受到了一些碰撞和瘀伤 但保住了小命 Oscar花了一星期才复原 现在她已恢复正常 尽管Oscar没有因为这次事件受到严重的伤害 但现在Oscar在转身或坐着时 时常会看着洗衣机 据Amanda表示 她可能有创伤症候压力群 现在洗衣机运转时 她就坐在门口盯着清洗过程 现在Oscar应该要更小心使用 她剩下的八条命了 各位观众 你认为在这张照片的右方 看到疑似人头的物体 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一名住在台北的黄姓男子 在拍摄女儿跳舞时 所拍到的诡异片段 黄姓男子表示 当时他想把一些旧手机里的照片和影片 传到新手机 在他检视旧手机里的档案时 注意到了三年前所拍摄的这段影片 不过由于版权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播放整段影片给你们看 影片的拍摄日期为2017年8月22日 当时男子一家三口回到了云林的娘家 录下一段女儿在床上跳舞的可爱模样 不过就在几秒后 他们注意到右方出现了 看似被长发遮着脸的人头 坐在桌子的后方 男子直到最近才发现这段影片 让一家人都觉得毛毛的 男子对媒体访问说 我确定当时房间里只有我和我女儿 当时丈母娘就有跟我说 附近邻居在办丧事 因为他们家有女儿过世了 但我当时从头到尾都一直坐在床上 男子也说 有部分网友怀疑 这是合成出来的假影片 不过他自己也希望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唯一能说的就是 当时只有我和我女儿在房间里 其他人都在楼下 根据媒体报道 已经有影片专家证实 男子的影片不太可能是假的 因为画面有在抖动 男子也说 我只是想分享我的疑惑 也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平安长大 一张新生儿抓着子宫避孕器的照片 近期在网路上突然走红 根据网路媒体Lab Bible的报道指出 新生儿的妈妈是一位 来自于越南的34岁女性 据报育有两个小孩 而她是在两年前安装子宫避孕器的 但是呢 她的避孕器突然无法正常发挥 因此让她怀了第三个孩子 并在越南的海防国际医院生产 生小孩的过程中 新生宝宝手拿着避孕器出事了 医院的妇产科医生 Trampier Fon注印到了这名婴儿 并对他的发现感到惊讶 于是拍下了这位新生儿 并在医院的社群媒体上 分享了这张照片 医生表示 在生产之后 我认为拿着避孕器的婴儿的景象很有趣 所以我才拍照 但我从没想过 这会引起大量的关注 子宫避孕器插入子宫后 释放铜或是荷尔蒙 来防止精子让卵子受精 但是医生说 可能是妈妈的避孕器 从原来的位子上跑掉了 因此没有发挥该有的作用 显然这位妈妈在放避孕器时 并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或许她可以感到放心的是 儿子是健康的出生了 真是恭喜贺喜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